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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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观看我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对话 谢谢大家 好 行 那我们咱们采访就开始了 作为全A成绩硕士毕业的 朱利亚音乐学员高材生在读博士 生活上也是一个非常佛系的男孩子 是怎么要想到要参加《生入人心》的 其实大家都说我佛系 其实当时参加《生入人心》的时候 也是一个无心插流 也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巧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师妹 她正好是湖南人 她是长沙人 所以她的朋友圈里会有很多 我们长沙的编导的一些微信 她就看到了有我们这样生入人心的一个栏目 她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了我 然后跟我说说师哥这个节目好适合你啊 然后当时看了一下 我说一个美声类的节目 然后我说要不我就投一个简历试一下 所以当时因为下面是有她的email的一个联系的一个方式 所以当时我就把自己的简历 还有照片 然后发到了那个邮箱里 其实当时也是很佛系的 当时也没有去想主动去 因为当时 这边我刚回国嘛 美国那边比较习惯于用电邮email去发一个通知 这边比较流行 国内比较流行的是微信 所以一开始我看到微信群 我说是不是诈骗集团 对我当时就想 那就等如果是有缘分的话 他们会可能会看到我的简历联系我 果不其然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导演发现了我的简历 然后给我打个电话 对这样我才结缘了《生活人心》这样的一个栏目 去之前有没有给自己预设一个成绩 其实没有 我觉得预设一个成绩 有的就是不要吃胖 因为湖南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好吃 对我当时就想 只要我自己不要变胖就好了 对其实对于演唱上面 我觉得更多的是我想把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 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知道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力量 让大家更多的关注到我们美声还有音乐剧 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国内稍微小众一点的表演形式 让大家更多的可以走进剧院去聆听我们的演唱 那么在节目中你是第一个灯塔演唱 有紧张吗 还真的蛮紧张的 对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更多的可能是比较熟悉于登上 比如说歌剧院或者是音乐厅这样的一个舞台 一下子就有很多摄像机还有灯光全都对着我 然后那样的一个环境还真的是比较紧张 因为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甚至是手拿麦克风都会真的是有一点紧张 所以我当时可能只是沉浸在我表演的那首作品上了 但其实后来我才发现我在唱手完手的时候 只对着尚文杰老师一个人在唱 对可能看到尚文杰老师那么和蔼地坐在那里 我觉得看着他唱手完手我觉得可能会释放一些自己那种紧张的情绪 结果没有能拿到首席的评定有没有很失落 我觉得就是说句实话当时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落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个舞台的一个表演者 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前进的方向 我觉得当时没有拿到首席的一个评定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以后的路还很长 即使真的是第一期后面还有十一期的节目 我觉得自己有一个目标 而且我觉得三位出品人老师也给我了很大的肯定 还有很多的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对我长久的一个发展来说是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当然了你说不那个失落也就稍微有一点小失落了 对 有选手说是因为选取不到那你怎么看 当然如果是可以再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更比如说活泼轻快一点的 或者是我们的歌剧永滩调的选取 或者艺术歌曲的选取 但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因为 大家可能比较期待我唱这样的一些作品 毕竟我是国外留学回到国内的舞台参加这样一档节目 我觉得在国外学习了这么久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对 而且回到国内的舞台上 我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民族自己的民歌 对 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我选择手玩手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首作品 因为手玩手这首作品也是南中英 在不管是你从学习啊 还是从音乐会 都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曲目 刚刚你也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一首 就是演唱曲目的话 你也有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非常心仪的一些歌曲 你可以现场来一段吗 非常心 我觉得我的心的歌曲 在节目里头唱过了 对 因为我当时非常喜欢的就是狮子王那首歌嘛 我再可以再唱两句 Whe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靜黎ille Mir toujours 特别大的不一样 所以观众朋友们也要支持我们36位成员 然后大家一定要走进剧院去观看我们现场的一个效果 还是不同的 对 是非常不一样 非常震撼 你会给自己在节目中的表现打多少分呢 哎呀这个问题好难啊 也不能说太高吧 也不能说太低 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评定嘛 我觉得我给自己打85分吧 对 我想给自己打85分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 我觉得我通过声音表达给观众了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也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从我自己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一个理念 还有从美国或者是在国内 我觉得声音只是一个工具 只是我传递感情的一个媒介 我觉得我是用我的声音在为大家讲述一个故事 我只是作曲家还有观众之间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觉得我用我的声音 至少我感觉我把我自己想要表达给观众的一些情感表达了出去 我觉得我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但是还有15分我是觉得可能因为节目的一些时长的关系 或者是题材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很多的歌曲 还有很多的真正的我们的古典的艺术歌曲 还有我们的歌剧里面的永滩调 都没有足够的机会去让大家去听到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可能也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对 那这次参加节目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呀 我觉得每一期我觉得在节目里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觉得都是在学习和收获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可能比较适应歌剧院的舞台 或者是没有麦克风 只是有一个钢琴 或者是下面有交响乐队的那样的一种表演的形式 但是这是第一次让我有机会是怎样去 比如说照顾到机位啊 怎样去使用麦克风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是在学习 或者是从舞台上的一些表演啊 因为很多的时候歌剧演员在舞台的表演上面 可能真的稍微有一点点有一些限制 但是这样的一个舞台给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对还有一些跨界 还有一些融合 所以我觉得在节目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一个学习跟吸收成长的一个过程 节目中有哪位选手是你很想合作 但是没有合作成功的 很想合作但是没有 我其实想跟每一个人都合作 对因为跟每一个人都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但是你要说最想合作的可能是郑云龙 对大龙哥 你 对是郑云龙 一个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我非常欣赏郑云龙的声音 对因为啊 在他的声音里面有那一个芯 就是那种金属的芯在里面 对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而且他作为音乐剧的一个南高音的一个声部 加上我是一个美声的南中音 我觉得我们在声音的融合度上面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一直一直非常期待能跟郑云龙有合作 但是没有机会 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山东人 对我们两个都是山东人 我是济南人 他是青岛人 对我觉得哎呀真的 大龙哥可能是节目当中的遗憾 如果有机会和三位出品人合作 你会选择哪一位 我得好好考虑 三位出品人其实 我比较贪心 其实我三位出品人都想要合作 首先当然是廖昌永廖老师 廖老师因为廖老师是南中音 我也是南中音 我觉得当看到他们天边一块 在台上跟廖老师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在台下就跟着一起唱 就嗓子特别的痒 我就觉得因为廖老师是南中音 而且在我们国内是怎么说呢 是一个标杆一样的一个范本 廖老师不管是从廖老师的声音 廖老师歌唱的处理 再加上廖老师的舞台 再加上廖老师艺术上面的修养 我觉得都是我想要去 一定需要学习的一个方向和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目标 对 廖老师我非常非常想要合作 然后尚文杰出品人我也想要合作 因为尚老师他 首先尚老师是之前是学法语的嘛 所以尚老师不管是唱任何的作品 从专业角度上的语感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尚老师自己也在做一些跨界 做一些电音上面的一些尝试 我觉得跟尚老师合作可能会碰撞出一些不同的一些火花 一些更多的一些化学的一种反应 还有就是刘宪华出品人 刘宪华出品人当然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可能会 更多的是训练一下自己的肢体在台上的一种展现 还有一种魅力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舞台表演者必须要学习还有具备的 所以比较贪 我这个人 在节目中你与很多选手的友情都深入人心 还被选手和粉丝亲切地称为凡妈 那么作为凡妈的你最喜欢哪个仔 我呀 就首先就妈妈 就就有妈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在三十六位成员里面是属于大人组 对我是属于大人组 然后下面的都是很多弟弟们 对当然就是廖老师廖嘉玲也比我小两岁 居鸿川也比我小两岁 对我是属于大人组 所以在对待年纪比较轻的成员们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有这份义务和责任去照顾一下 因为很多的成员也是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专人秀的一个栏目 去离开自己的父母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位成员 不管是从专业上还是从生活上面 蔡瑶有的时候还 你看蔡瑶个子高高的 就还是一个就是小孩子 对我比蔡瑶大七八岁呢 对我比蔡瑶大七八岁 就有的时候看他就像看见自己的弟弟一样 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是独生子女 所以我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比较享受有兄弟姐妹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可能就是对他们的照顾就是更多一点 而且还有刘斌豪 刘斌豪就是可能比如说从专业上面 就经常就是不管是他唱任何作品 他说给我发微信 他说梵哥你在吗 我说你要干嘛 他说我有一个歌想让你给我听一下 我说好没问题 对他经常来像我去我们一起去探讨 对怎么样把这首歌唱得更加的吸引观众 对我们两个也是会进行 比如说从歌词呀 从音乐上面 因为我经常因为可能是我的生活的经验比他们要丰富一点 对我经常会用我自己从朱利尔学到的那种 因为老师也会对我们进行一些启发 就是有一个花絮就是说我说蔡瑶唱 一条大河波浪宽 然后我说你唱的怎么那么像石头呀 我说这是什么 我说一条大河 就是它是河嘛 你脑子里一定要有那个画面 波浪宽 就是它 像波浪一样 就是你的声音里面要有那种情愫 就是风吹过的它是倒花呀 我说蔡瑶你不能唱成狗尾巴草 或者你要唱花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非常快的 因为你真的要是从声音的技术上来说的话 可能一两句话很难去对它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提高 对但是通过这些小的一些点 我觉得可以对于他们从音乐的处理上面 还有他们的想象上面就可以对赋予这个作品更新的生命力 那么私下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 就你们会练习和去吃 对吃 对你们还会一起去做什么 还会 就我们对我们还去了鬼屋 去了鬼屋所以是谁最怕鬼 都怕 就是鬼屋的那个事情 真的真的是 你看当时那个洪志光也是有cue到这件事情 对就是洪志光高高的歌 这是他自己说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他也比较的怕 对 就其实私下里的生活就还挺丰富的 我觉得 但是也是用仅有的时间 因为我们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去 要去分给我们下一次公演的舞台去进行排练 而且可能 在休息的时候 因为录制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大家可能仅仅看到的是电视上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录制 但是更多的是所有幕后的三十六位成员 加上出品人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每日每夜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努力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拍大夜可能是要录到凌晨三四点 然后回去睡上三四个小时 第二天十点又要进行新一轮的装发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所以有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就是可能在屋里就是多休息一下 或者是我们聊个天啊 就是点个外卖之类的 在这样一个神仙打架的节目里 除了高学历高素质 各位神仙的颜值和身材也被很多网友备受关注 在特别爱吃甜品的情况下 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瘦身成功的吗 爱吃甜品其实也还好 就是我还是我觉得减肥或者是瘦身 我觉得可能跟学习专业 它有的时候是比较相似的 首先真的大家一定要管住嘴 迈开腿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 就像我们学习专业一样 你一定要每天的去进行锻炼 因为声带也是我们肌肉 就像运动员他每天需要锻炼身体 我们每天也要唱 就是训练我们的声带 然后减肥我觉得也对 因为我可能虽然我节目当中说 我比较喜欢躺 但是还是会去健身房 对比如说我 因为我是唱歌剧的 唱歌剧的你的心肺功能 一定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去在前期做一些有氧运动 跑步可能真的会损伤膝盖 毕竟像我年纪稍微有点大了 损伤膝盖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跑一下椭圆肌 对然后我喜欢的是动感单车 对因为动感单车就听着音乐 然后跟着教练一起我觉得很能比较嗨 就是很能调动你自己的一个情绪 对然后吃上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 少油 对少糖 对少油少糖 对而且我最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大家去在吃之前看一下这个食品的热量 对因为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做减法 因为你每天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础代谢 对你如果是吃到你的基础代谢以上 它代谢不掉的话 它就会变成脂肪 就是多余的能量 所以我们尽量吃在我们你自己的基础代谢之下 这样的话才能给身体做一个减法的一个过程 这样才会慢慢慢慢的变瘦 对就像之前我之前的室友同卓嘛 他的经验就是比如说有个包子 他会把皮掰开 他不吃皮 他只吃里面的馅儿 或者是他会吃鸡蛋清 就是有选择的去吃一些东西 我觉得会对大家 不管是从身体健康呀 还是从瘦身这一块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就是说如果你呢 你在减肥期间是靠吃什么虚秘 就吊着一口仙气 没有 也是比如说吃一些 我其实吃饭真的不是很挑 我吃什么都行 对我可能自己在家里我就 因为我可能 这可能不是特别健康 买一些速冻的水饺 当然买一些食材比较好的里面 馅儿比较好的 就我拿到锅里去蒸一蒸 就是少油 对我觉得这样是比较 对还有少盐 少盐少油不吃味精 对我觉得这些都有帮助 从一个素人到一个微博拥有将近三十万粉丝的公众人物 谢谢大家 你在生活和心态上有哪些变化 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也不把自己当作刚才说什么 公众人物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自己的要求更加的严格 对因为有的时候 我希望就是不管是从专业上面 不管是从节目里的呈现 还是从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我都希望能给现在在关注到我的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好的榜样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激励 还有一个鞭策 就是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尽可能的给大家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 对于录支持自己的粉丝 就是刚刚提到了将近三十万的微博粉丝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表达的 就是谢谢大家 就是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因为真的从第一期 从我的 因为我的微博是 新账号 对 新的一个账号 从粉丝是零 然后到现在快三十万的 有这么多的大家能够关注到我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有这么多喜欢我 喜欢我的歌声 还有喜欢这个歌剧的朋友们 对我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大家的私信我都有看 我都有看 大家天天就比如说天冷了 大家会说 哎 贾凡多穿衣服 比如说我来北京 我会看 大家都说北京有雾霾 我说好 我是说一定要戴口罩 说天气冷了 要戴帽子 对我真的是有看大家给我的一些关心 非常感谢大家 高天鹤形容歌剧音乐剧为打不破的围城 那么你在选择声乐方向时 你为什么选择了歌剧专业 歌剧专业 这个 我觉得可能 音乐可能真的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是真正的问我为什么去选择唱歌 或者选择歌剧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天性 对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歌剧演员 所以可能从小就是会去听到 爸妈在家里就是会去做练习 或者是看他们舞台上的一个表演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和一个 我觉得音乐是存在于我的血液当中 有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听听歌唱唱歌 开心的时候也会去唱歌 我觉得就是抒发自己情感的宣泄的一种方式 我当时在选择的时候不会考虑太多 只是觉得我非常享受舞台 我非常享受把自己的这一份对这个歌的情感 表达给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么简单 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真的歌剧或者是唱歌音乐 已经成为了不能够割掉的一部分 所以不会去想太多 我为什么呀或者是怎么样啊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 他问你他说你喜欢我什么 说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喜欢你什么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您有曾经提到过 今年27岁 但是学了28年的声乐 出生在音乐世界 就是除了你刚刚说的 在家里会听爸妈练习 或者说在可以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之外 在求学的过程中父母有给予了哪些帮助和建议 我觉得当然了可能如果是普通的 不是普通 就是如果是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在学习这样的一个歌剧或者是唱歌 如果是父母 他不是这个专业领域 可能觉得我的父母在专业领域上给我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学美声的 我又是唱美声的 当然这种帮助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是我非常感谢的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父母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一个鼓励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因为我大家可能觉得我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因为父母都是做这一行的 你一定要拔尖 出类拔萃 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 或者是父母给予你很大的压力 其实并没有 即使是我在考 因为我去美国第一个学校是曼哈顿音乐学院 Mahatic School of Music 我在报考朱烈音乐学院的时候 其实不是我父母要求或者是给我提的 而仅仅是我觉得 我之前没有尝试过 我想去试一试 就是仅此而已 但是我的父母一直非常的支持我 去说那好 你想要做 那你就去做 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知道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行业的意义 或者是我学习这个状态 所以他们从来就不会要求我怎么样 只会默默地支持 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一些决定性的主意 所以还是我自己去来进行思考 听说你在国外的时候不玩硬死也不玩Facebook 那你平时就只学习吗 就硬死 我就可能稍微稍微的有一点懒 对 就是Facebook可能更多的是 跟比如说你要去到一个夏令营 就Music Festival 你跟其他人进行联系 就像微信一样的一个工具 Ins的话也是有 但是就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 平时可能就像我说的 有时间我可能会去健身房 或者是专门有那种单车房 因为纽约会有很多专门的单车房 就是我去的一家叫SoulCycle 就是里面很多人陪着你 而且真的 他们会如果是你在历劫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会给你加油鼓劲 我觉得那种状态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平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我可能会去稍微的锻炼一下 然后学习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可能周末的时候你要准备下个星期的一些作业或者是考试 再或者来如果是有比较长的一个假期的话 可能会跟室友一起我们有一个非常小的聚会 我们会做饭 对去中国的超市买一些食材 然后会去在家里就是做饭 要请其他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刚刚贾凡提到的美国那间健身房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打开一下 在朱利亚学习期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每天都是困难 对我觉得一个困难总会接着一个困难 你说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次歌剧的一个表演 是普朗克的一个歌剧 L'emamel d'Elesias D'Elesias这样的一部歌剧 我当时饰演的是一个主角 因为那一场会有比如说Oper News 就是美国的歌剧新闻 还有时代周刊 还有时代晚报都会去做进行报道 当时对于我来说压力非常的大 我就记得当时可能在演出前 就是情绪比较的失控 就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深陷的一个窗口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跟我的父母去交流 我爸爸给我发了一段话 就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 我爸说 不管你要做任何的一个决定 爸爸都认为你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永远会在背后支持你 然后后面加了一句 他说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就是我爸 从我爸的嘴里 就是给我发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觉得浑身充满了能量 所以还是像刚才一样我觉得家庭带给我的温暖 我觉得可能比技术上面 对于我来说帮助更大 Julia全A这个光环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过去 对 因为我觉得 不管是我考到Julia 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成绩毕业 我觉得只能代表之前的一个成绩 只是我人生或者是艺术道路上的一小步 如果是我永远抱着那个光环 或者永远抱着我是Julia毕业的 我不会有更多的进步 所以当时刘先华出品人在我试唱的时候就问我 他说如果是你作为Julia的学生 在这次试唱没有拿到首席的一个评定的话 你会感觉怎样 我就说 我说那个仅仅是代表一个过去 我说现在的贾帆仅仅是一个歌手 重新出发 对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那个仅仅是可能代表的过去 当然它也会给你从艺术上面 或者是从文化上面 给你很多的一些积淀和一些知识 引领你走到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往前看 对 你怎么看待节目把美声歌剧与流行融合在一起的制作方式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新颖 因为首先我觉得美声它更多的故事 不管是从它的文化 还是从它的故事背景 可能更多的是西方的一些文化 还有唱腔 节目这次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 能让我们国内的一些观众去更多的注意到这个行业 会让大家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去接受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也是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和注意 在你看来这个节目会对美声歌剧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看来 我看来因为我其实刚刚回国 对于国内的歌剧的一个市场我也不是很了解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我能够尽自己微小的一点力量 能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业 能为歌剧美声甚至是音乐剧去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我觉得就足够了 节目播出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关注 并且喜欢上了歌剧这门一说 谢谢大家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 想要真正了解歌剧应该怎么样入门 想要真正了解歌剧啊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当然就是大家走进剧院 走进剧院去感受那种最直观带给你的那种震撼 我觉得这个是最直观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想要更多的去了解歌剧的话 比如说OK好那我们买票了想要去看某一场歌剧 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先上网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非常发达 先上网去看一下这个故事 哎他讲的是什么 就是大概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 因为很多的歌剧都是从很伟大的文学创作而来的 就比如说那个维特或者还有茶花女 他都是从我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小说改编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 然后再走进歌剧院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一个代入感 就是大家会更理解台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 因为可能歌剧短短的两三个小时 可能在一开始不会把所有的关系交代得非常的明确 这样大家如果是自己能够花大概五到十分钟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会对大家有非常大的帮助 可以推荐一些你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剧作品吗 可以啊 首先我觉得 当然我从我的专业角度上来说 我非常喜欢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当然巴洛克时期我们也知道 因为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相较于现代来说 有非常大的区别 即使是从唱法上来说了 就比如说像甲声南高音 对我们这次节目也有两位非常优秀的甲声南高音 就一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甲声南高音到底是唱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他就是在巴洛克时期 他是我们以前是叫Casradi 他是烟人歌手 对他表现的不是女性的角色 他表现的是英雄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种比较天籁的声音非常适合演英雄 所以就是很多亨德尔写的歌剧 他的歌剧的名字就是以这一个角色为命名的 他们都是英雄 所以他更多的表现的还是一个男性的一个角色 只是用那样的声音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对 好像介绍歌剧对不对 对 我非常喜欢巴洛克时期的 但是可能大家接受起来可能稍微有一点不是那么入门 其次我就非常喜欢维特 对 因为小的时候听我爸唱的最多的就是Pur Quame Le Veille Pur Quame Le Veille 而且我自己也演过维特这部歌剧 非常美的一部爱情故事 这个是法国的 还有德国的我比较推荐小朋友去看Hanson de Greto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我也演过 因为是女巫吃小孩 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更加的有代入感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也非常的轻快 意大利的歌剧我比较推荐 也是我演过的波西米亚人La Boheme 因为他从故事的情节 还有布奇尼写的这些唱段 都非常的感人 对 而且马家也是唱过 这个大家也是有共鸣 再去看整部歌剧 知道他为什么要唱冰凉的小首 那唱完冰凉的小首之后 咪咪就开始介绍自己了 后面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和爱情故事 非常的好 英文的歌剧的话 西区故事 对 因为西区故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比较现代的 可能大家接受起来 因为他从写作的形式上 非常接近于音乐剧 百老会Broadway的一种形式 所以大家接受起来可能更加的轻松一点 对 咱们那个直播间的粉丝 就赶紧拿出小粉丝起来 但你看来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剧演员 怎么样成为优秀的歌剧演员 我觉得优秀这个词非常的难去定义 因为每个人对于优秀的想法也是不同的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 就像我说的 你能把自己的情绪表达给观众 观众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种感动 你能够感动到观众 我觉得这就成功了 对那些想要报考歌剧专业的学生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们 报考就是还没有考是吗 对 因为可能不是学专业的就是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唱唱歌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所有的事情当你把它作为一个职业去进行训练的话 都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选择不管是歌剧音乐剧还是唱歌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考虑好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 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 因为你需要每天的去练习 反复的去练习 因为肌肉需要一个适应和记忆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好了打一个持久战 就是可能每天就是望不到头的那种训练的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 因为像声乐难就难在看不见摸不着 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完全是通过你的想象 再运用你的控制你的肌肉发出来的声音 我觉得是因为每个人的想象是不同的 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的一点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唱的时间越久 我就会唱的越来越好 它都是有一个反复还有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易的放弃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专业老师 跟着专业老师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学习 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有想过博士毕业之后的发展方向吗 没有 就像我说我半年前都不知道我会要参加湖南卫视的节目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有一个长线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把把我们的怎么说呢 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就是化整为零嘛 就是把我们大目标分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一点一点的去实现它 到时候是想要回国发展还是在国外发展 那大家持续关注我 那如果是回国的话 你觉得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转变 来适应国内的音乐市场 国内的音乐市场呀 国内音乐市场是 我对就像我说我不是很了解歌剧市场一样 我其实也不是很知道国内的音乐市场 但是我总的来说有一点我觉得是不能丢的 就是我对于音乐的这样的一份热爱 还有对于歌唱的这么样的一份执着 我觉得所有的一些外围的条件 把它全部剥离开之后 最根本的就是把本专业做好 我觉得做好自己 不忘初心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 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可能是我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 可以分享一下节目之后你在音乐方面的计划吗 哦 哦 哦哦对 我大家持续关注我 对 哦OK 我们的那个长的一个访谈结束了 嗯 然后下面进入一个快乐快答的一个 还有啊 还有啊 没关系 好的我准备一下 突击问题啊 多突击 开始了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 感性 佛系 三个词啊 高 好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呢 我觉得还是要善良 我比较喜欢短头发的 粉丝快去剪 我不要不要 OK 有什么非常喜欢吃又不敢多吃的 奶油 奶油 对我奶油不敢多吃 有被李向哲带成一个认真的养生boy吗 没有 被队友叫凡妈是种什么感受 有吗 和朋友聊天时会不会用自己的表情包 会 最喜欢的三个颜色 因为我们在酒店突击里面啊 发现大量的粉丝 没有大量 大家可以去去找 只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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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仙女吧 不是仙女 那个是 那个是粉丝送我的 因为 我说我说有的时候因为 颈椎可能头比较大 就是太重了 就会颈椎可能有点负担比较重 就那个其实是垂颈椎的 对 颜色 黄色 红色蓝色 OK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湖南 湖南 辣 热情 铜骨粉太好吃了 湖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食物是 粉 在湖南参加节目时 早餐会吃煎饼还是缩粉 缩粉 缩粉 最喜欢的山东特色美食 烤地瓜 大家对山东人最大的误解是 我们虽然爱吃葱 但不是顿顿吃葱 自己身上的三个山东人的特征 爱请客 长得高 长得帅 不 就不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说就是安利了每个省安利了什么样不同的东西吗 我看有人说山东安利的是男人 好 好 大家对你的睡衣都很感兴趣 有没有其他款系可以推荐一下吗 睡衣 睡衣 我觉得在睡衣的选择上面大家可以就是 嗯 我觉得舒服还有干净 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嗯 可能材质啊 样式啊 对就是什么样的动物 只要你喜欢 对 反正也不穿出去嘛 嗯 美声歌剧很费嗓子 平日里有什么护嗓神器吗 护嗓神器 哎 其实保护嗓子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多睡觉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所有的比如说美声的一些比赛啊 或者是排练啊很少上午开工 基本上都是让大家吃完中午饭 所以就是我们会睡很久 就是睡觉休息 所以这就跟睡衣一定要选择合适舒服的睡衣 对 睡觉和休息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还有就是多喝一些温水 特别是有马上 是一考试要开始了还是已经结束了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OK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带一个保温杯 就是喝一些温水 我觉得对于嗓子会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还有就比如说像一些药物类的成分 大家可以应急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会对那种有依赖 因为一旦你产生依赖了之后 真的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 对 就是 要有一颗 就像我说的要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对 去 给自己 自己给自己鼓劲和加油 对 最后用山东话对喜欢你的粉丝们说句话吧 山东话 我想一下 因为我 其实我不是很会说山东话 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就是 他们两个是学中文的 所以小的时候我都是说普通话 当然现在普通话带一个济南的味道 我试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甲范 感谢大家对于我的喜爱 对希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 OK 我们的直播现在就结束了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关注我们的甲范 谢谢 然后继续关注我们的网易新闻善流工作